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的BOOVLOG NUMBER TWO 我們現在已經在車上了 我今天要帶BOOV出去玩 那我今天呢想要帶他去一個戶外的一個狗公園 所以想說帶你們跟我們一起去 去完狗公園之後我就要把他送去那個Grooming的地方 讓他去那邊洗澡跟剪毛了 這個狗公園呢在Cyberport叫做數碼港 他在那邊有一個很大的一片草原 然後呢所有的狗狗都可以off leash在那邊玩 然後呢我今天帶了一個新玩具 想說也可以測試一下 他是專門可以放在狗狗身上的一個Strap 然後他這裡有很多不同樣的這個鬆緊帶 可以做調整 上面呢我就放了一個GoPro 所以等一下到了公園之後 我想要把這個把它綁在BOOVLOG的身上 如果效果錄起來很好的話 我覺得應該蠻可愛的 就是有一點點從BOOBOO的這個角度看世界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要出門了 Let's go BOOBOO, do you wanna go to the park? Let's go to the park Let's play with your doggy friends 嗯? OK Good girl 到了Cyberport啦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的好 有一點點陰天 可是還是看得到藍天 BOOBOO超喜歡來這裡的 雖然今天沒有很多狗 不過我覺得BOO他是怎麼樣子都很開心的 然後他現在已經在瘋狂的跑來跑去了 帶著一個GoPro 要玩? BOOBOO 你已經來得慌? BOO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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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来消耗他的体力的 Cyberport这里真的超级dog friendly 我大概一两个礼拜会带他来一次 每次带他来这边我自己也会很开心很放松 因为其实要在香港有这么大一个空间让狗狗可以跑 然后或是如果有小孩的话也可以带小孩来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以前可能在加拿大就觉得有这种草原啊草坪啊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来到香港之后呢会真的很珍惜这种大自然 然后有很宽阔的空间让狗狗运动的地方 你跑累了没? 他的GoPro一直歪掉 Cyberport这里超美的 是一个住宅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大楼 然后呢这边呢是面对着海 所以他们的view真的超好 然后因为最近呢老公不在家 老公他跟朋友去日本滑雪了 所以呢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可以跟Bubu睡觉 Bubu今天洗完澡之后应该会非常的香 所以我超期待晚上可以抱着他睡觉的 累啦 累啦 玩了差不多半小时 他也已经非常的累了 所以我现在要把他送去grooming了 See you guys later 来吧 今天, do you mind cutting her head just a little bit shorter but still round? Yes And then body, I think the length is okay for her body Just a little bit Yeah, just a little bit Thank you so much Bye Boo Thank you, bye 剛剛要走了差点忘了付钱 現在先回去付钱 回到家了 現在要快速来吃个午餐 因为刚刚早餐就是随便吃一吃我就出门了 今天的午餐呢吃得比较健康 是吃这个鸡胸肉配上Brussels sprouts 还有杏鮑菇 然后很大一盘 因为通常我不会配任何的饭或是面之类的 所以我会把这个应该可以全部都吃得完 我超级喜欢吃Brussels sprouts 超级喜欢 今天呢想要来尝试做卤肉饭 然后前几天呢Cathy给了我一个食谱 然后她自己试过她也说非常的好 所以呢今天想说我自己也来试试看 那刚好呢我上个礼拜呢在网路上买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锅子 这次买的锅子是Stop的牌子 Stop的锅子听说它的锁水的功能比较好 我买的是一个大红色的 当时想说快过年了就挑一个这样子的红色的锅子 其实Stop跟LikeCrisette的红锅呢我比较喜欢Stop的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比较正红一点 然后因为LikeCrisette的那个是有一点渐层的颜色 我不是非常的喜欢 大小呢是24公分的 Stop他们家的锅子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盖子上面呢有这种小水珠 这种水珠呢就是当你把它盖上去之后呢 它可以把那个水全部都锁在里面 所以当你在炖东西的时候呢 那个蒸汽不会流失掉 等一下呢我就会用我这个新的锅子来做卤肉饭啰 今天要用到的材料呢有这个花椒粒 然后肉桂 然后还有这个八角 再来就是冰糖 然后花雕酒 然后还有酱油 猪五花肉 然后我买的是大概一斤半左右 我现在已经准备了一锅冷水 然后呢猪肉在这边 刚刚稍微清洁了一下 因为上面会有一点猪毛 肉呢直接放到 锅里面 开小火然后 然后让它从冷水开始煮煮到滚 大概是15分钟左右 之后呢再把它捞出来 Cinnamo stick 我拿一支 然后呢大概两三瓣的芭蕉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花椒 冰糖是总共要用40g 放进去 然后再把刚刚的这个都倒进去 好煮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很多飘的这些都是杂质 全部都把它逼出来了 现在呢我把水倒掉清洁一下 就要开始切肉了 油 隙子 有狗 准备 逆回鸡 到低ателя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滷肉做完了 現在在等它燉 然後呢 我等一下應該就快要去接BUBU 它那個洗澡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等一下我會先出門接狗 之後呢 再回來check on我的滷肉 BUBU好可愛喔 它被吹鼻蓬蓬的 好像棉花糖喔 它還沒有看到我 這個好可愛喔 You're so cute 好可愛喔 你好香喔 BUBU you're so fluffy BUBU good girl 他們這裡的staff送了BUBU的豬耳朵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BUBU only focus on your big ears Yeah I think my dog is broken BUBU again 你在幹嘛 你怎麼睡成這樣那麼醜 蛤 誰教你的啊 我現在回到家大概有快要一個小時了 現在去看看我剛剛滷的肉怎麼樣 我其實現在有點期待 也有點害怕 因為我剛剛其實調整了一下那個口味 因為看裡面好像有一點點不夠鹹吧 所以現在來看看 現在已經燉了大概兩個多小時了 感覺有收水了一點 剛剛原本覺得水稍微有點多 我剛剛在裡面加了三顆水煮蛋 這個是剛剛那個乳包 ちょ是在ys? cricket 又是又堅強 你去哪兒 relev到底呢 哪邊去�bee? ι Ein幹嘛的? 她是水稀嗎? 對 你今天晚上跟你睡覺 Okay 我先試一試 所以呢 現在才回來錄影 那我剛剛呢 帶了一點點那個滷肉去 可是我自己還沒吃 所以我現在 自己在家裡面做了一碗 想說來嘗嘗看味道 這個裡面的肉呢 全部都有燉爛了 然後 味道好像也還ok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很多耶 它的豬皮跟肥肉呢真的是 入口即化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非常的滿意 我給自己打個 85分好了 下一次煮的話我可能要少放一點水 不然今天的汁稍微有一點點太多了 等老公回來的時候再煮一次給他吃 把我的滷肉飯全部吃完了 其實我剛剛一點都不餓 因為我下午吃東西的時間比較晚 然後剛剛去公婆家又吃了飯 然後呢現在又吃滷肉飯 所以我現在超級飽的 最近呢我收到很多人私訊說 想要我review一下我之前買的那個 weighted blanket 就是那個 很重的那個被子 那個被子呢我到現在睡了大概有 兩個禮拜左右了吧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非常的好 可是我相信他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對那個毯子就是非常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專門做一個 video來跟你們介紹一下那個毯子 然後呢稍微 講解一下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對我的生活有什麼特別想要看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 這樣子的話也可以順便給我一點點idea 是要跟你們分享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你看Bubu已經累壞了 他真的完全沒有力氣了 Bubu stay 他已經累到他完全 起步來了 你最近是不是變胖啦 Bubu 原本剛剛想要讓Bubu跟我一起做個ending 可是呢他 感覺累壞了完全不想理我 那我們今天的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這個內容 雖然又是一個非常日常居家的一個 vlog 不過呢 我平常的生活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也沒有什麼更多可以來跟你們分享的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的話 就不要忘了在下面 幫我like 然後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video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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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